我是很坦的面对 如今客纲微调爆发黑箱争议 现在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暂时当初引发争议的 客纲微调高中组审议会召集人 他说赞成公布审议委员名单 化解之一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有问的话 一般的委员可能会接受吧 审查委员的公开是教育部的权责 眼看汤微调风波延烧 汤志明无奈都是因为外界误解太多 看学生要求公布审查委员名单 但根据2023年立法院公报记录 扁政府修95站刚时 深浅部长黄荣村被询时说 这只是纲要不是写教科书 国民党立委李庆华反向 连纲要审查小组也不能公布 请问凭什么 黄荣村回答聘请委员时 他们并不同意公布名单 现在要公布没办法 民进党立委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当你是执政党的时候 你就护航 你就要求不要公布 现在你在野了 你就说不行要公布 现在委员的名单不公布 以前我们都是公布委员名单的 这个在立法院的公报是可以查的 但当时的审查委员召集人杜正胜 却还是深圳民进党时期的 审议程序公开透明 还说名单都有公布 确实在同一份公报的后几页 有附上当年的审议委员名单 但原来有玄机 这个委员的任期是91年的10月1日 到92年的9月30号 所以到9月30号以后 这些审议委员的工作结束了 可是教育部长黄荣村还不愿意公布 当年立法院公报白纸黑字惊喜对照 恐怕难脱双重标准 这程正茂请问台北上报道 我希望你们实践